我们谈谈 谈什么 你夺走我初吻的事 夺走你初吻 别给我装失忆 车祸的时候 被目击到强吻我的变态 就是你吧 你知不知道初吻 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我生命中最期待的 美好事情之一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被你给毁了 请问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报答自己 救命恩人的人吗 打个比方 当你喝酸奶的时候 你会不会问 酸奶的意见呢 当然 你当然不会问 因为对你来说 酸奶只是食物而已 没有人会刻意去 费力食物 我之所以那么做 只是为了治愈你 你可以把我当成怪物 默认你的初吻还在 那你完全可以 割破手指来救我 承认吧 你就是个表里不移 色欲熏心的浑蛋 干 干嘛 我只有用舌尖 才能控制愈合的速度 太好了 这样为首的技术 还真是变态的福音 请问这个世界上 有谁会用这样的词语 来称赞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 占了我的便宜 还喝我的酸奶 还想叫我赶恩 不行 一定要把他赶走 什么基因突变的怪物 根本就是个大色鬼 可是我又不能直接把他赶走 可是我又不能直接把他赶走 他那么会耍无赖 我又打不过他 我又打不过他 对了 可以向场外观众求众 这就是我们家的荷花园 很漂亮 还有这里全部都是玫瑰花 怎么样 非常好看 那我加一朵给你 不行了不行了我偷特别明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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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 要去聊 好 张萱萱 其实是个超级大花痴 她会把薛妖怪 当宠物养起来的事 夜人渣 好 教授 可以开始了吗 这个怪物的愈合能力很强 只有舌尖不为愈合满 先把他的舌头切下来 来 放松 张子 不行不行 活体解剖太残忍了 小叶 小叶 雪灵桥 你已经被包围了 我数三胜 你举起雙手 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一 二 三 太慢了 不行不行不行 小叶她不能有事 算了 还是明天去问问大师吧